這邊有條零線嘛 然後這樣切 你就切到它的骨頭 然後一直到下面 然後另外一隻也是一樣這樣 你這樣切這條零線的時候 你會切到它中間那條竹骨 然後再從尾巴這個部分 切個圓 切起來有點下去烤 我們剛才把這邊 零線這邊切開嘛 你看這下面就是它的骨頭 因為我這邊有畫一個圈 所以說呢這很容易拔起來 用筷子或者用夾子把它撐開 然後拉緊 因為只要它有熟 就絕對不會黏肉 這就是有熟了 現在就把它拔開就好了 接下來這隻就是一樣的道理 來 好了就這樣了 OK